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我说万万没想到,西兰花和豆腐相结合 还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早餐饼 软嫩鲜香,营养丰富,比披萨还要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看一遍就能学会 下面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块嫩豆腐 还有一颗鲜嫩的西兰花 我们在挑选西兰花的时候,一定要挑选这种颜色漂亮 青梗翠绿的,这样的西兰花最为新鲜脆嫩了 先用刀把西兰花一朵一朵地切下来 切成小朵 西兰花,这个菜帮子也不要浪费 留着炒肉吃 将切好的西兰花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盐 再倒入清水 浸泡10分钟 用淡盐水来浸泡 能有效地去除西兰花的龙药残留 再来准备一根孩子爱吃的火腿肠 先切成薄片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两根小葱,全部切成葱花 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把准备好的豆腐放入大碗中 然后下手给它抓得稀巴烂 一直抓成,像这样没有大颗粒就可以了 再准备三颗母鸡刚刚下的蛋 打入豆腐中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料酒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一只搅置豆腐和鸡蛋 完全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们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西兰花也泡得差不多了 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接着再把西兰花切成碎末 像这个梗子部分比较硬就不要了 不然的话会影响口感 稍微给它切碎一些 切好装入豆腐的碗中 再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一丢丢胡椒粉 再来点食用油 用筷子给它充分搅拌均匀 把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 继续搅拌 这样做出来的早餐饼通香浓郁 搅拌均匀以后 再加入一大勺普通面粉 然后继续搅拌 这里面粉主要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不需要加的太多 不然口感会发印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阿健每天都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要是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健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非常感谢 一直搅拌成这种粘稠的面糊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个电饼秤 给它刷上一层 使用油 先不用加热 把菜糊也加进来 再用铲子铺均匀 铺成大饼状 表面再酸上点食用油 这样做出来的饼会比较松软 撒上一点黑白芝麻 这样气好看又好吃 然后把切好的火腿肠片也加进来 像我这样一片一片的摆上来 摆均匀一些 然后扣上盖子 开上下模式 烙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 豆腐饼就差不多也熟了 然后关火 盖上盖子再焖个两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香喷喷的 像这样表面金黄 就已经熟透了 再利用一个盘子 给它取出来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就可以 这样做出来的早餐饼表面有点豆腐的焦香 咬上一口 还有西兰花的清香 搬开来看一下 外皮焦香 里面滑嫩 真的是营养又美味 西兰花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家里大人孩子都要多吃一些 这不马上要开学了吗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的 就多翻开阿建的视频来看看 里面有很多早餐的内容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